今年我是非常有幸 来参加青年创业论坛 然后我觉得整个的场面 非常的火爆 而且来的大咖也非常的多 在这里面的交流 也非常的让自己有收获 我想中国的区块链的发展的话 就像中国的其他的一些行业一样 现在正在逐渐赶超 世界的先进的水平 就目前来看 中国的区块链的火爆程度 已经不亚于全球的任何一个地方 而且在这个里面 因为中国本身 它有一些自己的一些特殊性 同时也有一些自己的一些 比较可以结合的 很多大量的这些产业 所以中国的区块链的发展 和世界其他地方的发展 也呈现一些不同的 一些新的一些特点出来 我觉得在将来的话 就是说区块链在中国的这种可信 然后就是整个社会的这种 就是商业的这种逻辑的这种重构 以及呢 就是说帮助这个政府 更好的进行社会的治理 在这方面呢 都会有非常大的这种用途和前景 这是你很好地的 可以吗 我给你了 就是你了